海参 今天是2022年2月11号 现在已经听晚了 我们还想为各位录制一期节目 因为我们的女足这档节目 过两百位观众了 其实很有意思 最近这两天中国的体育特别火 无论是女足还是奥运会 都是非常火 但是奥运会除了古爱林夺冠 除了五大镜夺冠 更火的一个事情 居然是中国奥运村的餐厅 说三个不同城市的奥运村 餐厅里的食物都一如既往的好 一如既往的丰盛 讲到食物 讲到配置 又要说中国男足了 中国男足的海参 可能是一天吃两个 可能是一天吃四个 总之吃了这么多好东西 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丢人 那么我们先把奥运会放在一边 还是来讲讲足球 话说在1964年 中国贺龙元帅 当时是负责体育的负责人 他把整个中国男足给裁了 好在当时还没有中国居住 然后让这些所谓的男足球员们 去部队 去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连队去学习 其实想来之所以会这样 无非还就是因为他们不够有拼搏精神 那么什么是我们倡导的 中国人应该有的精神呢 这两天也有很多朋友在问 我想无非是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这八个字 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中国人 大概像我这样的气领后 多多少少都是听说过这八个字的 其实那是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 就提出来的 但事实上对中国人 确实是非常到位 我们说这些中国的球员 去部队训练了一年 然后重新调整 招来了一些年轻的球员 那就到了1965年 1965年重组足球队以后 比赛越打越好 这个当中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 其实我们在上一支影片里 也跟各位讲到了 那就是徐根宝 上海人讲根宝的母子 上海人讲根宝的亚索 其实在1965年的根宝 还是小鲜肉 随后根宝作为队长 带队夺得了很多好成绩 还被周总理接见 这里周公是非对错 我们不做评价 但至少作为球队的队长 作为这支球队 因为他们成绩比较好 对一国总理所接待 接见那总还是一件 非常荣耀的事情 死后的根宝 一如既往的拼搏 一如既往的追求 然后才有了1994年 甲A升华第三名 1995年升华夺冠 再之后根宝又在大连夺冠 根宝又带了有些零二 根宝又带了 聪明的这帮小孩子 虽然他带的那些孩子 今天看来就是1比3 输球的那些人 但如果没有他 可能我们连1比3也看不到 那么就在根宝这样的拼搏 根宝这样的坚持之下 中国足球多多少少 还看到了一点点希望 那么在上一支影片中 我们也同样讲到 女足在这个差不多 几乎相同的轨迹里 女足反而变得更好 我想恰恰正好就是这八个字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在飞机返回祖国的路上 我们看到女足姑娘 歌唱祖国 然后嬉笑怒骂 我们看到她们的很多新媒体 抖音头条 包括油管 都有她们的很多很可爱 很漂亮的镜头 那大概就是活泼 团结在场面上就更多了 那么紧张自然是少不了的 如果没有这根弦紧紧地奔在那里 我们怎么可以看到 一次一次的反败为胜呢 至于严肃 我想对水之道 这是最好的评价 一方面水之道在球场 从来就是个很拼搏的人 她无论作为中国女的球员 还是作为中国女族的主教练 在亚洲杯的赛场 无一败计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 打满全部五场 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亚军 她作为主教练 在上海队很多年 拿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冠军 我想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最让人留下印象的 还是全英会夺冠前那一刻 大雨满沱 她坚韧地看着她自己的左右手 在那边互搏的时候 用大毛巾擦去的 也许是雨 也许是泪 这大概是她严肃的 最好的表达 我想无论是团结 紧张严肃活泼 这都应该是我们每个中国人 该有的精神 曾经小鲜肉的根堡一定是有的 到了今天的根堡 我想或多或少还是有 虽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冒蝶老人 但是她没办法把这些 传给她的徒弟 水清侠无论作为女族队员 还是作为女族主教练 我们看得到在她身上中国人的精神 水清侠所带的球员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人那种 百折不挠 不服输 团结 拼搏的精神 我们说这个中国人不只是墙内 也是墙外每一个黄皮肤 黑头发 黑眼睛的中国人 或者说广泛意义上的华人 李光耀总理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一直在我耳边 说新加坡本是中国南方 目不失丁渔民的后代 说他们家望前书很多代 有一个人中过禁食 做过一个地方官 但是这么多中国人下了南洋 在这么一个小岛打拼 其实靠的还是骨子里那一股不服输 爱拼 然后团结 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吗 好了 今天这支影片继续与您聊中国女族 聊中国人的精神 只要您是黄皮肤 黑头发 黑眼睛的中国人 希望我们都可以摆折不挠 团结一致 做最好的自己 谢谢 再见